未在瑞穗的大渡西上游 多年来遇到大雨 就会冲刷整个农民 心血种植的农作物 瑞穗乡民代表 林玉芬也多次向水保局 花莲分局提出申请 希望能够重视这里的野稀整治 5月6号水保局以及施工厂商 还有当地村民斗稻厂 参与这场大渡华西 土砂控制工程的说明会 未在瑞穗的大渡西上游 多年来遇到大雨 就会冲刷整个农民 心血种植的农作物 瑞穗乡民代表林玉芬 也多次向水土保持局 花莲分局提出申请 希望能够重视这里的野稀整治 经过我们水保局来会看之后 在去年就决定要在这里 来做这个野稀整治的工程 所以还蛮顺利的 谢谢水保局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农民也很开心 后刚村长表示 这里地形有四条的水路 因为大雨冲刷下来 导致这里的农作物 也常常因为这样被冲毁 农地也遭受损 因为每次大水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容易 三分又很大的水流到我们的田里里面 把所有的农作物都淹盖了 所以说我们水保局 今天有这样的建设在我们这边 我们真的很高兴 5月6号水保局以及施工厂商 当地的村民也都到场参与这场 大渡西吐沙控制工程的说明会 而林云芬表示 有十几户的农民 每天必须经过这个农地 希望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项吐沙控制工程 也预计在5月15号开工 记者高双双锐碎香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